各位電視機 觀眾大家早又來到我們鳳凰蜜的時間 我是何環珍 我今天已經禮拜六一 首先預祝大家週末愉快了 那本週的行情實際上就帶大家什麼 就是實在看起來行情是無波無微 就是他在整理的格局 那你們發現到行情這個地方實在很多人極大 有人極多 有人極空 現在這行情切記 這地方來講 我想最簡單我們要尊重趨勢 這行情有沒有量 沒有量 所以行情沒有量你切記真的做空比較什麼 你不利嘛 沒有量怎麼可能會大跌嘛 一定是這樣 那沒有量的時候就是讓你去印證什麼 什麼股票 未來 因為相對大來講 沒有量他都有量 我請問你 你這種股票不是很好嗎 代表就是一定在目前大家都看回來的情況之下 大盤都沒有量 有些股票 量能特別大代表他都壓不住了嘛 你為什麼很多思想方面都要很悲觀呢 那股市叫什麼 充滿了機會 充滿了希望 你才有辦法賺到錢 你要有氣嘛 錢才跟著你跑 不然每天看到什麼都很悲 這個行情一定不行不行不行 我常問你 你不行 你都說你不行 那誰要 誰能救你呢 對不對 每次都行情真的在 都是在很悲觀的情況之下 大家誕生 而且這行情實際上說真的 它也不是一個相對的 這個地方八千是到八千一定難免是震盪的 所以本週既然這行情是一個區間做整理 那就在什麼 很多股票開始這地方 你要去注意 它未來的盤整就是常常講那句話嘛 出標股嘛 沒有錯 所以找尋一些跌很深的股票 包括本身它有中小型股 就是說比較中小型股 比較有題材性的股票 你去做規劃 包括把政府的好意的五大政策嘛 其中就是生計 包括太陽能族群 包括我可以跟大家講說 這個地方來講還包括一些汽車領主 車用電子這些方面的股票 只帶你好好把它去規劃 一兩檔股票好好做操作 你會賺很多 那我們這一檔我先跟大家講 實在你現在如果今天你聽得下我的話 你到底要不要做動作 因為我常跟你講說 實際上你彎腰下來撿鑽石 這個地方是你應該最好的選擇 我一直跟你講一件事情 我不是市場上最會跟你講股票啦 我真的不是第一的 市場上講股票我算是寒蠻的 是笨蛋嘛 我覺得笨笨的嘛 但是我真的是唯一能帶著你什麼 彎腰下來撿鑽是因為我帶你是去賺錢的 在節目上我跟你講說 你自己看看所有的股票 為什麼你賺不到錢 為什麼你跟所有投股老師賺不到錢 第一個你太喜歡動作做來做 頻頻的換股這就是很大的缺點 第二個問題在於說你沒有嚴控風險 你做股票是太什麼 太隨性 隨著那盤面上的節奏再走 就是說你要看到什麼東西 人家在跟你講新聞報告 在跟你報告什麼東西的時候 你才去做追的動作 就是追高嘛 所以你常常就輸了 這都是不對的 雖然你要從大盤的一個大方向先掌握去 因為這行情在整理 但是你一定 要從這地方造詢一些什麼 可以彎腰下來撿鑽石的地方 我最後一檔 鑽石股 也就是六月鑽 今天我會送給大家賺錢 但是送給你是你要把股票拿來換 不是免費送給你 我從來不做免費 你要把抗訊辦好 立即給我馬上賺 我可以送給你賺 一定讓你賺得到錢 但是如果你在這地方 還在有空方思想 一定要等到什麼做什麼動作 那我就沒辦法 你永遠是股四檔的輸家 我只能讓你跟你勸 那當然一兩檔股票坦白講 每個人都會做不好的 你一定要輕輕的放下 這就是我常跟你講 我的股票跟你規劃十檔股票 一兩檔股票我也會有停損的動作 你要接受你再來找我 這叫所謂嚴控封業 因為他時間點有時候不對嘛 包括有更好的選擇 在這個地方你要輕輕的把它做一個放下 一些什麼 重重的舉起一些 真正可以讓你賺錢的股票 你才什麼 你在這個地方就不會每天嗎 就像困獸一樣 你就是股票太多了 包括來找我還有什麼 要把股票集中 包括你要願意萬一要下去撿鑽石 就是你要找尋一些跌升 下跌做買進 通通來找我 這邊來講 我真的不是第一 我說市場上講股票的人太多了 那都是分析師 真的能在你做動作能賺到錢 你想想看有誰 唯有我們的節目 為什麼你這麼喜歡看我的節目 有人看了快20年了 對不對 終於還是來找我為什麼 終於有一天嘛 你還是會有什麼 發覺到 欸 只有我最真心 為什麼 因為我股票本身會讓你賺得到錢嘛 而且我又不會害你 好 接著來講 我們講 這行情還是以原則來講 你要去注意 大力光本身 你自己看它強不強 所以它2700還沒正式站上去 但是實際我跟你講 你注意看 它連2650塊都不來 所以這檔股票就很明確的告訴你 它2700只要站上去 它就會來2840嘛 我就直接跟你講 你不要問為什麼 就是2700 那本月份就是在禮拜一 它就是什麼 有沒有機會站上去 我覺得它機會非常的大嘛 因為大盤本身現在目前是沒有量 所以這都是一個大盤的龍頭股 你看看 它都量說都不願意跌耶 那我請問你 它最低點來哪 2670耶 離我當初跟你講2530 2300 包括這個地方 我請問你還是要做買進 代表這個股票就是 你要看得懂 看得透 看得明 代表這種股票就是非常非常 不願意跌 那大盤怎麼有下跌 人家稍微動一下 全部大盤量就補進了 人家看盤要看這個重點 人家每次看到人家 哎呀 對了有量了有量了 我要來買股票 那你到底要買什麼股票 對不對 對 包括有些股票給它 有時候它時間點 它就沒有這個地方 沒有特別的一個動作 想實在就是說 它沒有什麼特別的 可以做馬上能 賺錢動作 你只能續爆嘛 就像這個金華光學也是一樣 這都大盤非常重要龍頭股耶 大力光之後就是金華工學 就是什麼也是一樣 生技的領頭羊就是它 包括大力光之後 這種股票一定會帶領大盤 這一次來講 來再一次什麼 挑戰8840以上 8800以上 所以等到那時候再來賣股票 等一下嘛對不對 包括下禮拜的行情 肯定告訴你 比這個禮拜的行情 還更加的好 因為接著來講 每個人這個地方在看 MSCI調降了 開始正式要啟動 是不是對台股有什麼影響 我跟完全沒有影響 因為這個利空 早就已經反應完畢了 包括你說FED升息這個問題 會不會影響 人家美國每天在講 每天在講 講到臭生魚啊 也沒有影響 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因為這個東西早就已經 在告訴投資朋友 這個地方是必要的動作 那怎麼可能 美股會因為這樣大跌 早就該跌就跌 我覺得這個地方已經 在這邊宣示已經完畢 反正真的發生的時候 沒有事 這邊來講 那接著來講 當然你手上這個地方 我也跟大家講說 包括可乘的部分來講 恭喜你 如果你可乘 這地方254沒有賣掉 實際上我們在254賣掉 我們這邊也 我們短線來講 在254有賣掉 所以在這邊來講 我們也全收了 就是買進了 小買了一些 因為做短線嘛 不可能全部賣掉的啊 那短線有賣掉 我也跟你宣布 我們這邊已經做買進的回來 連可乘這種股票 算是大牛股耶 大盤沒有量 他都不願意跌的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的給你的股票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去比較大盤的量 跟我給你的股票 有什麼不一樣 我的股票都有量有價耶 奇怪為什麼 所以有錢也在哪裡 你就跟著那個 在股票市場裡面 最怕就是那個什麼 沒有量的股票嘛 沒有量代表什麼 沒人氣嘛 沒人要嘛 你買那股票就很難賺到錢嘛 那你看我的股票 是不是有量有價 你好賺 隨便買隨便賺 對不對 你幫我看電視 你都跑得比我還快 包括我也不會像你 我說258 這次他來到258 如果你真的有空到這張股票 你要見好就收 這種股票 絕對沒有大跌的空間 坦白跟你講 也恭喜你賺到錢 但是坦白講 你有賣到254的人 這地方來講 我們也回補了 我已經跟你講這 我們也買回來了 那包括如果你沒賣掉 這個地方 我認為可誠 你要安心續爆 不要因為看到這邊 季線 好像長不動 這都是大盤未來非常重要 下禮拜的龍頭指標股 我坦白跟你講 那你就不要問這麼多 因為最常你看得出 大盤沒有量 我的股票相對有量 你就相是對的人 做對的事嘛 所以有這些股票 通通續爆 代表這些 從這些高價位股 龍頭股的表現上 他會帶動多少 不知道蘋果概念 蘋果股 也很多股票 還在跌很深的股票 這個地方 都是一個相對的機會 你要好好的 懂得彎腰下去 剪鑽石 我這邊來講 講那麼多 就已經告訴你說 現在你看我節目過程裡面 這一段的行情 從山羽告訴你 到後來大盤來到5月13號 我把台積電回補了 143 行情從那邊到現在都沒跌過 所以你要告訴我 行情要跌到哪裡去 我真的是很懷疑 如果你在這邊看空 大盤還要跌破8000 我真的懷疑你老師的 那個國際觀在哪裡 是這樣簡單 所以接下來講 你說老師 那今天我們要做什麼動作 今天沒有動作 今天第一個來 我先問你 穩鑽系列六月鑽 當然是一檔 我非常喜愛的一檔股票 你不會挑鑽石 我幫你挑 你不敢買鑽石 通通交給我 彎腰減鑽石的穩鑽系列 只剩下一個六月鑽 你好好把你的股票集中 因為大概下個禮拜的行情 行情已經要啟動了 因為利空已經鈍化了 你要準備大漲 稍微補個量就大漲 那沒有量也絕對不會跌 那更是很多股票會很極大化 你選一些正要漲的股票 有錢要進去買的股票 就如同可乘 在之前的 201塊 那時候我告訴你 一張都不要賣 避還你的公道 你如果用紀錄線 你一定不會買可乘 那結果可乘是不是讓你賺到錢 到現在 就算以昨天來講 你都續爆 也46塊耶 一張4萬多耶 那你有十張不是40萬多久的時間點 他那時候是5月5號到現在 一個月的時間而已耶 還不到耶 說實在你投資十張可乘 花你一兩百萬耶 你可以這樣賺了四十幾萬 為什麼不好呢 所以你不要老是受那政治干擾 我常常喜歡那個 我看那個紀錄線行 我想那個都沒有用的 你老是說現在政治上 是不是要等大陸確定的動作 你不用等確定了 早就要動作 早要有動作了 我跟你講 就沒有是你安心就對了 安心的買股票 安心的賺錢 這地方來講 經濟一定會好的 這邊來講 這邊來講 我想說這邊跟大家報告 這邊 那當然這邊來講 我要跟你推的今天一檔 生技股是誰 好 如果你很喜歡 F立峰 F立峰這檔股票 實際上你有的續爆 你注意看為什麼你要續爆 你看可乘都來到這條季線 246塊都不願意跌 好 包括大裂光都早就已經衝出去了 都早就衝出去了 那難得立峰在哪裡 還在這個地方來講 他的季線在231塊 當然這季線會下彎 所以最少這檔股票 認為200塊有它的價值 所以你要去找尋 類似這種股票 這很可惜 我跟你講說 那個立峰找到馬上賣光光 立峰上次我送在哪裡 我想你同志朋友都知道 158塊電視賺 165塊 這檔股票沒有漲很快 但是你看看 他的低點153塊 把我到這邊來講 是不是 是不是什麼 他網上還有很大的空間 你就續爆就對了 這下禮拜說實在 他也是一漲難跌了 所以有的當然續爆 但是有沒有什麼股票 這個股票 如同F立峰在這邊的位置 這邊的位置 有 這檔股票 你跟他也很認識 這檔股票只有70幾塊 70幾塊 你要用力的買 大膽的買 因為這檔股票 目前來講 周縣兩紅 連兩紅 底部成型 這是五破爛下流完畢 而且他的一個歷史上的高點 立峰是從383塊跌到153塊 對不對 他歷史上的高點 比立峰還高 但他目前位置只有立峰 153塊的一半 70幾塊 我請問急不急的 你彎腰下去跟我減賺 這檔股票真的說出來 那為什麼以前會比立峰還高 一檔都快500塊的股票 代表一定 那時有他相當大的人氣 那現在已經跌到那種 地下日霸第幾層了 這檔股票可以複製 你F立峰上次我送給你 158塊的位置 這個不可能在最低點的 你好好重重的 彎腰下去買這檔股票 我相信這檔股票下個月 我稱他為六月鑽石 六月的大鑽石 他本身最少這檔股票 有30塊的上漲空間 而且怎樣 100萬就可以了 100萬你可以買個十來張 賺個30萬不是很開心嗎 重點式的攻擊很重要 而且大盤真的說實在 沒有量的確 選股什麼困難 但是你跟我這樣選股 你不會吃虧 你一定要 隨便 不管是短線 小賺大賺都是賺 你好好的賺錢 你說你把你手上的股票 比較沒有人性 沒有人要的股票 好好的輕輕的放下 你不要去等他 等人家來救你 那是沒有用的 以股換股 包括還有人家跟我講說 老師我們現在會期 還有參加別人都很常 可是都不會賺錢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跟他參加他的會期 都沒有賺錢 你就不會輕輕放下 就一定要等到會期結束 然後輸列 每天輸你也很開心 好一句話 把它全部拿過來 我吸收你不良的會期 這樣好不好 一句話 好好的有一個真正 會帶你賺錢的一個團隊 才是重點好不好 六月轉等你來轉 那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換款支持基督教救助協會 1919實務銀行 我們把希望送到每一個 需要幫助的角落 超越大函領先市場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常盛軍亞洲投庫 擁有一流的分析師陣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投庫帶你賣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生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庫 亞洲投庫 珍惜所托 真情照顧 自己的電話 零耳2578-3777 2578-3777 在生活中有許多的病菌透過飛沫和手傳播 在生活中有許多的病菌透過飛沫和手傳播 打噴嚏時用手帕沿口鼻 來不及可以衣袖代替 減少病菌散播 預防疾病傳播請注意咳嗽已結 並保持手部清潔 找不到蚊子讓你抓狂 雷達電文箱定時自動開 連躲起來的蚊子也消滅 雷達 關燈一覺到天亮 雷達超智慧電文箱 周宇君六點非凡財經晚報 曾中玉七點非凡新聞通 鄭明娟八點非凡股市現場 理財最佳團隊 非凡商業台 鎖定非凡掌握未來 又回到我們第二個單位 那當然在禮拜五的行情裡面 有很多股票 你手上或許還有 就像這檔股票3064的一個太尾 你說這怎麼跌的 是跌多少 真的很奇怪 他來到這個地方41.3 這地方本來是他前一波的季線 人家都已經快來到季線 給他休息一下會怎麼樣 中文官你只能續報 我跟你講是誰救你的 你就相信對的做對的事 這也是5月3號 在他開始要下跌那一波的時候 要下跌那一波的時候 我怎麼告訴你 有沒有來到39塊 有沒有來到39塊 我給你憑嗎 我是不是市場上唯一可以 帶你彎腰下來撿鑽石 你好好想清楚 我的東西都是叫好右叫做 而且電視上都公開跟你講的東西 所以不怕你賺小錢 你要賺個小賺 看我節目不要追高殺低 一定沒有問題 何況現在行情真的說實在 已經整理過一段時間之後 他在這個地方來講 你還指望他大跌一波 到7627他找得很 怎麼可能是 台灣景氣這麼不好之下 出口連13黑以上 我請問你 大盤都不過如此 那你希望他怎麼樣 怎麼樣再壞下去 為什麼每次投資朋友 都會一直要喜歡 找一些 讓自己每天活得很不安心 不開心的事情 你就不會找一點利多 為什麼相對出口這麼壞 台灣的股市還在8000點 代表什麼還跌不下 這就是他的中流抵住 這邊就是最壞的時間點 相對於很多股票都已經領先上漲 你覺得這種股票你還要他回去 就不可能趕快去找尋 類似像泰伍在低檔的位置 畢竟泰伍我怎麼跟你講的 這股票很有題材性嘛 不然為什麼以前可以漲到 300多塊快400塊 那請問你 我告訴你30塊到35塊 長期規劃下 下跌他來做打底 最常等39塊賣出 他昨天都已經再次印證 他連39塊都不願意來了 常跟你講說你要賣 你就先賣掉沒關係 不然以後在那邊追高下跌 不小心又追到50塊60塊 那跟我是沒有關係 你為什麼會賠錢 現在一檔股票人人在的時候 就是你每天不斷的去墊高你的成本 但是我最好的地方在哪 我會不斷的把我會員的成本降低嘛 你降低成本之後 把你的成本降得比法蘭來的低 你當然是一定抱 因為你沒有成本的問題嘛 就從泰伍也是一樣 我就這樣救你回來 我從560塊知道很多人套了泰伍 我怎麼跟你談的 把我這檔股票真的說實在 你我們買在31.3 都是一樣 甚至什麼 29塊我也告訴你 我都還在買 有沒有賺錢 隨便29塊到現在 一張最少嗎 10塊錢 你買個10張或10萬塊 而且多久的時間 也是不到一個月的工 一個時間裡面 大盤是什麼 都沒有什麼量耶 所以你看看我的股票 跟你談的東西 一定有它的美感 這邊來講 所以還是跟大家講 穩賺系列即將要結束 因為大盤也沒有什麼特別 再低檔的股票 但是這檔六月賺 你不會挑鑽石 我帶你來鑽石 我來帶你買鑽石 不會買鑽石 我買給你 通通交給我好不好 這邊來講 因為已經五月底了 這邊還有很多人 猶豫不決 你要等到大盤有量 八百億九百億 我要做股票了 我就不知道買什麼股票給你了 那目前來講 是跟大家講 那六月賺有什麼特別 它是一檔生技股 我也跟大家講 或是你很喜愛 說老師精華光學 我不敢買 我買不起 好 好 隨便你它也不會跌 我也跟你講過 大內光你又跟老師 老師我那個這麼高教育 我也不敢買 好 那可憐我賣掉了也好 現在沒有低檔去買 你都有理由 沒有關係 這都沒有關係 最少這種股票 曾經在低檔的時候 我告訴過你 那有些股票真的 剛好是什麼 呈現一個下跌的底部 剛好成形 你要重重的把它舉起 利用一檔股票 改變你的一生 哪裡手上要死檔 來換一檔 跟你講真的 這才是重點 因為這個地方你要集中火力 所以每次都要東一檔 西一檔 你為什麼股票搞了十幾檔 二十檔 因為你檔檔有 檔檔沒把握 你為什麼搞這麼多檔 因為你不知道哪一檔會漲 所以選好多檔 一籃子操作把它擺在裡面 那你的股市怎麼加倍奉還 你要重點是買對一檔就夠了 我一直跟你講這個觀念 所以我跟你講 你要來找我的人 你確定要做到這個動作 願意股票最少 甚至只有單一規劃 鑽石系列 一檔一檔做 所以你的股票不要超過到五檔 只要你超過到五檔 我一定把你調整到五檔之內 你現在怎麼可能股票搞這麼多 怎麼可能賺錢 我現在說每一檔股票 都是像我的小孩一樣 我一定會持續幫你什麼做追蹤 所以我才 我什麼 我不會股票搞了很多 就像這檔FGIS 去年我也帶你做過一波 你套了我也幫你做解套 我說這檔股票是難得已經回到 它一個歷史上的一個 它歷史上的高點是160塊 但是這個地方說實在 是它 應該是說它近三年的低點 應該會落在這個地方 我跟你講真的 我是什麼時候跟你講 5月10號 你看看這檔股票最低來哪裡 就是74.1 74.1 就在進來的5月16號 出現74.1 你看這檔股票強不強 現在你看我節目的過程 這檔股票一定有賺10塊錢 因為它最後是落底 是落在74.1 所以你要買到80塊 只要你相信我 而且我跟你講 這檔股票是我認為是 第二季的黑馬股之一 那現在不是第二季了嗎 有沒有讓你失望 對不對 而且這檔股票實際上在 在今年的3月17號 都還有128.5 你說它這檔股票 標不標 它當然很標啊 哇一次做對可以上天堂 做錯下地獄 所以你要做對啊 就不能追高殺低啊 像我這樣做 你覺得好不好 你永遠都把錢放在口袋裡面 你買在這個地方 你買在幹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常跟你講 這種檔股票是什麼 就是你幹桿操作的問題嘛 包括 那你現在80塊的一個 相對一個FGS 到昨天你要續爆 我只能這樣跟你講 雖然這個地方 我知道每個人都把它看壓力 什麼93、94塊 那壓力當然 你有多買的人 你要做短線 那我不反對 因為畢竟每個人的情況不同 你資金部位不夠大 有時抱不住 當然坦白講真的 你自己看看 昨天它最低來的89.7 我是不是告訴你 88、85都要全收的 他都不願意來 我有什麼辦法 所以你買在80塊75塊 我跟你講 我這要恭喜你 要抱久一點 要多賺一點 常常把一些好的 那個 那個 鑽石股 你偏偏去換什麼 去換那個垃圾股 因為你的鑽石賣掉之後 王牌打掉之後 你很多股 買不回來嘛 你反而會 會出現 你在操作上很大很嚴重的 錯誤跟危險 危機 你會去買一些 因為最後人家不跌嘛 你就會買一些阿里不達的股票 這就是你常常股票套牢的原因 你不要太急於 把一些好的股票王牌打掉嘛 然後收集一些 一些二線的三線的 那幹嘛 三流的不好 該重點是個公主 我跟你講 我的股票都叫好 又叫做 這種股票真的說實在 如果原則來講 你有FGS 我常常用TPK給你評價 他60塊 現在都還在60塊 公司虧損這麼多 那個人評價TPK 說他只有50塊的價值 就是一個分析 一個法人分析 那我請問你一下 我請問一下 3673的TPK本身 現在都還在60塊 那我請問你一下 GS6456的GS 他現在才多少錢 80塊 那這個人評估他在哪裡 這個機構評估他到140塊 是降頻喔 降TPK喔 包括GS他也降頻 還降到140塊而已 那現在差 他GIS大概多少錢 91塊 還有很大進步的空間耶 他網上都還有50塊的空間 所以這個地方來講 你有的續爆 但是這檔本身 如果你很喜歡像GIS 在75塊的位置 80塊的位置 目前有檔生計股 你錯過F立峰了 只能好好的買這一檔 我已經跟你講過 包括這檔股票 補你這些股票 所沒賺到錢 只有70幾塊 75塊左右 我認為下月的6月份 他最少網上有30塊的空間 很標的一檔股票 目前來這種股票 就是跌升 再低檔去 你要彎腰下去撿鑽石 一樣 不會挑鑽石 不會買鑽石 你通通交給我 六月鑽石 何懷甄這個地方 只剩這一檔 你好好自行做個把握 直到超越歲 年見 一百塊年才會出去了 公用事業 因為你沒有使用電子發票 記得公用事業小端 都要保留好 大月一五個 可以發票開場後 哪有到場 公用事業會主動通知 你到場喔 你還沒來超胸啊 小端扮人軍啊 嗯 到超胸印到中 電視發表的證明人 就可以到郵宮領舊囉 小端 太強 沒去 不可以變好人 我小端 你對在這裡 在這裡 發表的證明人 Lucky Oh Yeah 超越大凡 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常盛軍 亞洲頭部 擁有一流的分級石整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 投資組合 亞洲頭庫 帶您面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生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頭庫 亞洲頭庫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自己電話 零耳2578-3777 2578-3777 他們在加什麼啊 1919食品檢舉轉一 標示都不清楚 1919食品相關諮詢轉二 食品有問題 還不給退費 1919消費問題轉三 食品企業法律 不知道怎麼諮詢耶 1919中小企業諮詢轉四 這些是進口的還是台灣的 有安全嗎 1919生鮮農產諮詢轉五 全國食安專線1919 一農就夠 衛生福利部關心您